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老九门的电视剧里 他才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 他的身份和纹身的问题 一直都是大家争论的话题 甚至都吵到了南派三叔那里 最后 三叔还是给了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 那就是 张日山是拥有麒麟写的外加人 是穷级纹身 至于他作为一个麒麟写的张家人 为什么会是张家的外加人 那是因为他所在的家族 就是当年被驱逐出张家大本营 张大佛爷的那个家族 在那个家族里 可不是只有张大佛爷的这一脉 里面还有很多具有纯正麒麟写的张家人 也都被驱逐出了东北张家的大本营 而这些人 他们最后全都成为了张家的外加人 所以 就有了像张日山这样 拥有麒麟写的外加人 那么拥有麒麟写的张日山 为什么没有患上 像张麒麟这样的失忆症呢 这主要是因为张麒麟的失忆症 是只有成为张家的族长后 才会有 而患上这失忆症的原因 就是和小哥当年在西藏喇茫庙 继承张家族长的仪式里 所喝下的红色液体有关 按照张家人的记载 只有张家族长才会患上一种 叫做离魂症的怪病 而且这病会不定时地发作 一旦发作 人就会在短期内 快速地陷入到失忆的状态 之后就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过来 综上所述 张麒麟的失忆症 并非针对所有的张家人 而只有成为张家的族长 才会患上这个病 所以张玉珊和其他 拥有其令血的张家人 是不会患上失忆症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 有喜欢盗目笔记的观众 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点赞评论 或者投个免费的硬币 来支持一下我的频道 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